好長一陣徹骨的刺痛 好久一段身心的煎熬 聞成您臉上的情面 縱使歲月流逝 也依然附著在您臉上 從少尼到蒼老 是美麗的象征 是避邪的符號 亦或是竹式的圖騰標記 聞在竹母的臉上 竟是如此的美麗 如此的祥和 我說 我也要刺情面 竹母笑了 竹母開懷的笑了 竹母的情面作者林道明先生 在接受訪問時 提到他創作這首詩的緣由 我還小的時候 我的竹部竹母 外竹部外竹母 他們都有勤勉 後來就是老一輩才有勤勉 後來我跟他們聊 他們講說他們在做過程當中 是難的是要有一定的資格 你的也是一樣 要有一定的資格才可以做勤勉的嘛 而且後來就是說 你的手藝要很好才能弄勤勉 難得要打獵 就是有一定的成就才能勤勉 然後就表示說 這是一個成長的印記 後來就是說 他們在做勤勉的同時也會很痛苦 一陣子他們的科技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用那一種 用那一種 我是用我的出發點 我的那個寫作的用意就是說 用那種痛苦的那一種全面的方式 來激發一個人的那個那種 他們生活的本能 以及他們成年的那種過程 我是用這個作業點這樣寫過去的 泰安鄉公所民政客的小姐 在接受訪問時 提到了泰安鄉目前僅存的 勤勉老人樹木石 他說 四個而已啦 對對對 你一個在大西 三個都在美園 年紀最大的是民國六年出生的 對於泰亞族部落裡面 即將凋零的勤勉老人 林道銘先生說 沒人大概那個是不多了 那個已經日間凋零了 少一個 就真的少一個了 沒了這樣子 目前前面的人已經 已經是很凋零了 幾乎沒有了啦 平面藝術啦 即將消失了 大概這 再過幾年就沒了吧 台灣原住民族中 只有泰亞族、賽夏族 和賽德克族有前面的傳統 族群人數最多的泰亞族 他的文面文化從何而來呢 至今能是個名 但是在泰亞族的神話傳說中 卻有著豐富的想像空間 首先是姐弟通恩說 傳說天地剛形成時 世上只有泰亞姐弟兩人 姐姐為了傳宗接待 拿了黑灰塗了臉孔 和不知情的弟弟交合 從此人類得以綿緣不絕 另一個有關前面的傳說 是為了屈吉避凶 傳說中古時候 許多年輕的泰亞女子 不知道什麼原因相繼死亡 這讓泰亞族人非常的恐懼 有天晚上 有個少女夢見祖靈顯現 告訴他要在臉上刺上花紋 才能避免死亡 少女們照著祖靈的畫紋面 所以奇怪 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少女不明原因的死去 至此 泰亞族前面的風俗相襲成風 一直到日本統治時代才停止 過去 泰亞族男女在15歲左右 男子必須要狩獵多次成功後 才可以在額頭上及下巴刺青 女孩子則必須學會織布 才得以刺臉文 完成文面者才可以論及婚嫁 如今 這群情面國寶已逐漸凋零 這些世紀的容顏已逐漸在世界舞台隱退 徒留下泰亞子孫緬懷仙人 勇於承受苦痛的事蹟 在歷史的洪流中 我們現在只能從史料影像中 一睹情面長者的風範 這些民國83年由我所拍攝的影片 希望能留下一紅半爪 除了共後人評調外 也希望泰亞子孫們不要忘了 找回屬於泰亞祖先們的榮耀與自信 是